再来关注党政部分了 前总统马英九在今天早上po脸书宣布 他拒绝出席今年的国庆大会 因为他认为蔡政府把双十国庆的英文名称改完 Taiwan National Day 是把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变成台湾国的 根本是不折不扣的台独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就回应说 这个名称早就已经改了 而且先前马英九他明明都有参加 不能够理解今年为何突然不出席 前总统马英九连假完一早怒气冲冲 po脸书炮红蔡政府在国庆日的英文名称 偷渡台独异象 所以今年拒绝参加国庆大会 但下午出席讲座时却收起炮火 用国家机密简单带过 但脸书发文则是火力全开 自己已经连续参加了四十年的国庆大会 但从前年开始 蔡总统把国庆日的英文名称改成Taiwan National Day 质疑我们的国民什么时候从中华民国改为台湾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台独 如果再参加台湾国国庆日典礼 形同为这样绕弯偷渡的台独背书 马总统最热爱的就是中华民国 现在让马总统都觉得无法接受 的确是民进党做得太过分了 狼尾力挺马前总统爱国的心 但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反击 马英九早就出席过Taiwan National Day 这几年来都一直称为Taiwan National Day 马前总统过去也曾经参加了这些国庆的活动 我不理解为什么今年他突然就不参加 我太清楚这个老人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祝他身体健康 其实国庆主事局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台湾字样 前年也开始采用Taiwan National Day 国庆筹备委员会解释改名后反应很好才会沿用 整个国庆活动的标题最前面四个字也一直都是中华民国 一年一度的国家先日不必做过多政治联想 这张网络民州台北采访报道